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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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馬來西亞有得吃有得喝有得看主唱表演的餐廳確實不少 但是POWERPLAN我很喜歡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結合了韓式Fusion 和一個酒吧Concert的餐廳 今天來這裡是因為他們為了迎合馬來西亞Day 出了一個馬來西亞Day的特別套餐 所以今天是要在這裡試一試 當然馬一路來這裡自己試的話 就真的你看到我都閒了 所以我們又邀請POWERPLAN的主唱歌手Cloudy 今天一同來主持 Hello 你們好 Dexon 你好 So Cloudy 我覺得觀眾最想知道一個問題就是 你是不是單身 我 今天單身 你們可以PM我 OK 好 所以今天就到POWERPLAN妳的主唱了 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好 Let's go 那麼我們第一個要介紹的呢 其實就是POWERPLAN為了這個HALI Mesh 特別推出一個桿的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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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聽說這個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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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Recipe呢 是我們在Klang那邊跟一個店家合作 然后自从芭蕃,大家都知道芭蕃最出名的就是肉骨茶,所以是很正宗的一个Recipe 然后我们再把它加入一些韩式的元素,一些鱼饼,然后年糕,然后还有一些cheese 就淋在那个芭蕃蕃上面,所以大家可以来try try看 果然是泡饭自己夹,特别特别哈销了 我们来试试看谁啊 所以我来讲一下这个干芭蕃蕃的味道 那首先这个Dakwood Day出来我们平时吃到的香辣那种感觉之外 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它还有那个甜甜的味道在里面 那这个甜的味道可能是跟cheese融合过的另外一个滑雪效果来的 所以吃起来就甜辣甜辣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那个口感的层次上面可能会变得很好一点 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它这个年糕 我觉得是比肉更好吃的一个点 就是它真的吸满了那种香辣甜的感觉 很韩式的元素,但吃起来的话它就是那种 干辣椒啊,花椒那种风味 个人觉得真的是蛮特别蛮有趣的 我是一个比较不能吃辣的人 你能吃辣吗? 我是很能吃辣的 很能吃辣 但是这个干芭蕃蕃蕃我觉得它不会很辣 但是它又给到你一点点辣辣这样子的感觉 刺激感满足感还是有,但是味道太强就是了 对,就可以加强你的食欲 然后你刚才讲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是那个茶叶味 对对,它有点茶叶味的味道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POWERPLANT的PP PLATTER 然后很多人在喝酒的时候都会点这个来下酒的 然后我最想吃的其实就是这一只鲜蛋黄的 你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先啦 我觉得那个粉它真的没有在吝啬 因为我每次吃它都是这样厚 看这边就看得出了啦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炸物PATTER来讲的话 其实外面都很常见啦这种东西 因为就是配酒的东西我们知道煎炸香口的 肯定就是不会错了嘛,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POWERPLANT那边比较好 就是它会提供不同种酱质给你 所以你用同样的东西也好 可是你配不同样的酱质的时候 给到你的整个感觉都是很不一样的 这一点我觉得是有加分得到啦 再来呢,这个也是一个POWERPLANT 为了POWERPLANT而出的一个饮料啦 那它上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错乱的感觉 就是以为我去到妈妈那边 然后跟阿倪点了一个DLSDM 那其实它是DLSDM我没有错 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 它加了那个韩式的烧酒在里面 所以喝起来是怎样的叻? 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啦,好不好 你有试过这样吃吗? 呃,没有 我试第一次啦,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整体来讲 我觉得都是比较清爽的那种 就是他们很喜欢讲的美酒美酒 就是适合女孩子喝喝酒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了啦 就会你会不知不觉喝 不知不觉你就会越喝越多下去了 对,要甜甜香香这样 就是今天呢是有一个比较可惜的事情呢 就是Cloudy因为这个舞台都还没有set好的关系 是没有办法为我们的观众带来几首歌 让我enjoy一下的 不过没有关系 Cloudy跟大家讲 你会在哪里住场? 几时住场? 然后大家应该都会一窝蜂的来 涌着来看鸟 好,那其实我自己呢 会有一个page的 那里面呢 会post我的唱歌的时间 所以那个page的名字叫Cloudy Lee 然后会在跑换不同的分行都有 不同的时间 星期一到日 都会有不同的时段去租场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的page Cloudy Lee那边看我的时间表 然后来找我 是的,如果是对她歌声有兴趣 或是对她的人有兴趣 都可以继续来去找她 那就记得keep your follow 好,我们下次继续一起去找吃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